早安啊! 第五天我們來到的是藏王山 很難唸欸你唸 藏王山 你藏王山 你藏王山 我們要去看樹冰 樹上面會有很多冰 看起來很像怪物的東西 感覺是一個很酷的景色 其實這個景色在日本也不常見 我們要坐兩次纜車去看那個樹冰 哇超漂亮的 然後我們坐下一台纜車上去 Nana 7分鐘 她說Nana 7分鐘 我知道7分鐘 這你應該不會怕了吧 會欸這其實叫我怕 哇這樣子看掉去超級漂亮的 第二回合纜車來了 這一台可以坐14個人 上車囉 這次纜車就很漂亮欸 這次就屍樹怪啦 你們看一下這邊的真的雪都很厚 蓋在上面真的是有點怪物的感覺 哇 哇一出來就看到很多 但現在有點霧蒙蒙的 整個雪白一片 但是今天天氣已經算好了喔 很可能你來會整片都是霧 然後你們知道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樹冰樹怪嗎 為什麼 因為日本冬天會有一股冷風 就從西伯利亞那邊吹過來 然後冷風會夾帶著 西伯利亞是哪一個國家 俄羅斯的那邊 對沒錯 然後冷風會夾帶著水氣 所以水氣就會凝結在這個樹上面 然後又有雪啊這樣下下來 然後就 雪水 然後水 就黏在樹上面了 然後就變成這樣的景觀了 這邊還有一個湛王 它就是地湛王菩薩 然後它就是保佑這邊的人啊 或者是這些樹怪吧 我不知道我們去看看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記得 多保暖穿的多保暖 真的很冷 然後我覺得 喔喔喔 滑雪了 墨鏡也記得 一句話講不完耶 我們走來了 看到了地湛王菩薩了 它就是小 我不知道它是被雪蓋住 還是它就是原本就是小小一點 然後它上面有披著披風 你看它縫在下面有滑雪板 好來跟地湛王到此有 1 2 3 YA 整個雪白一片 其實你眼睛會有一點點睜不開 真的要看墨鏡耶 對 但是真的很壯觀 所以麻煩眼睛打開看一下 不管怎麼樣開眼看一下 然後全部都是很像雪怪 很像電影 很像米其林 一圈一圈繞 有一些啦 那比較像吧 你們有看過一部電影叫雪怪嗎 有 我猜它在這邊拍的 拍個照之後 我們要趕快先進去室內 因為真的太冷了 5分鐘就不行了齁 對 太冷了 但如果你們來這邊除了保暖要做好之外呢 你們也要查一下它今天有沒有開 因為它常常因為大風雪 攬車就上不來 它就不開了 近一點拍給大家看 它真的很像一個怪物 然後整片山全部都是長類似這種樣子的 太陽風風出來了 好漂亮 這真的是無法形容的震撼壯觀啊 這邊寫著開運的鐘 開運 你們還有辦法拍洞洞喔 我手完全沒有辦法 自己妹妹有什麼辦法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小販賣部 就是可以讓你在這邊休息 裡面有暖氣還有賣一些熱食 大家如果真的很冷 中不了的話就像我們一樣 趕快躲進來 然後我們坐在這邊看一下 也可以看得到外面超美的風景 我們現在在等纜車回程 你們看一下趕快後面這一片景有多漂亮 我們要下去滑雪盆 嗚嗚 還沒露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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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露捏 很露捏 我們下一站要來滑雪盆 喔唷 這個是一個下坡 一人拿一個雪盆 欸欸欸到底在幹嘛啦 我真的殺不住 這裡這一條就是我們要滑雪盆的地方了 趕快出發 他會不會翻車啊 啊 來阿婷阿婷 阿婷要去滑雪場滑雪喔 趕快下來了趕快下來了 我不想過 蹲好好死 讓我走 你剛剛拍到嗎 有阿 我腳都沒穿出來欸 我沒那麼摸控制欸 一口來一次 走吧 還車咯 你就你要往右倒車 這樣就很好玩了阿 不會啊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玩了 這樣一個人在後面推啊 欸 其實可以欸 欸 好玩欸 安全100 好玩也100喔 換人做雪盆了 這個乘客重量我要加錢 欸這個 他這個他不夠 我推 好玩囉 有那麼可怕嗎 沒有啦 平地而已 欸 你幫他一下 他拉不動了啦 欸 不是你 我給你家裡不要吃那麼多 你意義要吃 我們現在要去環雪盆了 其實我覺得是蠻好玩的 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 欸 阿萍跌倒 下次來會想要滑雪欸 但是我覺得以我剛才摔的程度 我還是不要想滑雪好了 你還是不要好了 我不行 我不行啦 誰幫我 你自己自立自強 今天的午餐我們來吃的是 三型牛 它是和牛的一種 聽說好像蠻厲害的 吃吃看 我現在就有聞到燒肉的味道咧 剛一停車場下車我就有聞到了 這怎麼看起來很像是韓式的 還有泡菜耶 因為你看到泡菜跟豆芽對不對 終於有熱爐了 好開心喔 趕快烤一下 這個是牛舌嗎 都有看到牛舌了 是嗎 你看 這樣子滋滋滋的 很彈 彈到一個不行 我覺得不敢吃牛舌的人都不敢吃 然後它的炭烤味很香 重點是它這個白飯 日本燒肉一定要配白飯 再來吃吃看這個應該是雞肉的 它是口感很好的雞肉 然後它沒有自己調味 你可以記著它的醬油 肉加泡菜加飯 這一口真的是超級無敵完美 吃吃看這個不知道是什麼的牛肉 我猜它是和牛 因為它有很多油脂 但是你會咬到牛油 然後跟肉這樣撕在一起 很香喔 我們自己還加點了一個冷麵 哇 很Q彈的感覺耶 它的醬怎麼感覺滑滑啊 我也感覺醬是果凍狀耶 它這個麵很Q 它很像義大利麵 很特別耶 又有點蒟蒻麵 然後它的湯底的味道我覺得很像那種 水煮蛋蛋白 有一點點臭臭的味道 對 就是臭蛋味 這個冷麵我覺得可以不用加 台灣人你應該會不習慣 你不覺得它有一個臭蛋的味道嗎 它反而就喜歡濕皮蛋 對 它本來就喜歡吃那種臭臭的蛋 總而言之呢 這間店我覺得有路過再來就好 不用特地來 但我上網查看評價 大家都說CP值是不錯 喔 它是CP值 嗯 跟團就是不免俗的會被帶來免稅店 你想好你要買什麼了嗎 它這邊賣的很多啦 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 零食 巧克力 那些都有 不是說不要買 一大欄 不是 因為太久沒來免稅店 看到很多以前喜歡吃的零食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這個白巧克力 最近很久沒見到耶 然後黑色的版本也是 你們竟然看到這些老朋友老零食 你們就知道了 你心也會不是覺得這樣買下去 buy it 終於來到最後一天了 我們回到仙台車站了 對 今天我們住的是仙台車站上面的大都會飯店 來 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房間不錯喔 來 直接打開 右一邊就是廁所一個浴室 非常大的洗手台 還有非常大的浴缸 這裡想必就是馬桶 對 哇 會自己開 那我就給你一個棒 這邊有一個門 你不好奇是什麼東西嗎 是什麼 會嚇人嗎 不會嚇人啊 他房間喔 再來就是他的房間 我覺得很不錯 你看 他的空間很大 很明亮 重點是他看出去的view 就是市區的感覺 最後一天安排這種住宿 安排 我說安嗎 沒有啊 安排這種住宿很棒的就是 你行李箱可以整個攤開整理 對 因為我們真的買到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行李箱都是滿的 然後再加上手提 床頭什麼的也都有充電電燈 這裡你就可以看到火車進站 我們等一下的行程是自由的時間 我們可以自由的去吃晚餐 自由的購物 然後如果有買到什麼好東西 看看要不要在IG限動跟大家分享 明天一樣 早上會有一天的 半天的行程 我們就要回台灣去了 明天要回家了 耶 有人出國這麼想回家的嗎 我們 每次出國最後兩天我都很開心 我就想說可以回家了 那我們就明天跟大家見囉 拜拜 晚安 晚安 早安 最後一天了 今天是我們在日本的最後一天 我們大概兩點多左右的飛機 早上好像還有一兩個行程可以走 我們要去松島搭船 昨天那間住起來怎麼樣 首先是房間很大 然後住起來超舒服 很現代 而且它隔音也超級好 對 設備也很棒 重點是它的地點一級棒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去我們第一個行程 聽說等一下有海鮮可以吃 期待一下 對 大家好 我們到下一個目的地了 你是怎樣 一國風景喔 要玩玉蘭花嗎 大家千萬不要被日本的太陽騙了 就算太陽很大但是還是很冷 大家後外套不要覺得最後一天就要收起來了 要穿到最後一刻 然後我們現在要坐船去遊松島 會坐大概30分鐘左右 去松島繞一圈看看松島的風景 很漂亮嗎 很漂亮喔 這一台就是我們現在要來搭的遊艇 哈囉 1 2 3 等一下我們還要到松島裡面去走走 然後我們要去吃烤魚飯 然後聽說還有烤牡蠣可以吃 靠你的頭就想笑一次 哇 開船啦 這裡蠻特別的 都有這種一個小島一個小島的感覺 他說這個是金島這個是龜島 因為它的形狀像金魚 然後這個形狀像烏龜 他說這個是金蘇島 傳說以前的金蘇是在這裡焚燒的 但我不知道它是在說哪一座 那一座 上面只有一棵松樹而已 這一座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超級無敵小的好不好 在船上它會賣一些伴手禮 因為松島這邊是靠海的 所以他們就主要賣售那些海產品維生 你知道311地震又叫311東北地震 就是日本東北的地震 主要就是日本東北這邊災區最嚴重 對 所以他們好不容易熬過311之後 然後又受到疫情的影響 對 他們又主要是靠觀光維生的 對 所以這一趟來就很有感 感覺得出來他們真的很開心 可以看到觀光客又回來了 對 它是直接在船的後面擺這些小攤子 謝謝 我們買了5000塊欸 說想要買還是買了不少 出來玩就是這樣 大概有半小時左右 然後就是沿路看海景跟他們的島 我覺得有些島嶼很特別 就是島上什麼都沒有 或是島上只有一棵松樹那種 孤島 對 嗨 再見 我們下船了 好可愛喔 他們真的都非常熱情非常可愛 大家如果有來可以多跟他們互動 他在我前面跳舞這邊給他看 這邊風真的超級無敵大 然後阿町在理解後面擋風 欸他真的擋得住你欸 很少有人能擋得住你的 就是老鷹抓小雞吧 下船之後我們要來烤魚板吃囉 他說這間是很有名的魚板店 零到魚板了拿去烤 就是放在這個火爐上面慢慢的烤它 其實它火蠻小的 來你吃看看烤好的 欸很燙 其實就是魚板然後下去烤 然後我覺得多一個有 因為有一個那個炭香味 因為它是現烤的 對 蠻酷的我覺得 這蠻好吃的一個 跟火鍋料那種不太一樣的感覺 然後它的外皮是有點咬不爛的那種 不過我覺得口感不錯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可以來玩玩看 我要體驗一下還蠻可愛的 欸那你不覺得它表皮有水魚相似的感覺嗎 有有有有 下一間來吃烤牡蠣 欸你叫好了喔 一個烤的一個炸的 我們是來吃這間叫做Ganko的 還有賣一些烤牡蠣炸的烤的烤串 然後還有一些酒類 我們的好了吃吃看 我剛才吃一口炸的牡蠣很好吃 它外面炸的熱熱燙燙的然後很脆 裡面的蚵仔很新鮮然後蚵仔味很濃 整個爆汁的感覺 我來吃這個烤牡蠣 它有加一點檸檬汁去烤整個很提鮮 然後腥味我自己覺得有一點點牡蠣的味道 我不會覺得是腥味 是好吃的 這間有來松島可以來吃 牡蠣的店而且它就是現烤現炸 好囉吃飽喝足 這是我們在日本的最後一站了喔 要去機場囉 有滿足嗎 有我是有 我也有 直接幫我們影片看起來了 回去每天都要記得看喔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等飛機回台灣了 我覺得這次來真的感覺很不一樣 看到了很多不一樣日本風情 別有一番風味然後風景很漂亮 雪景很美然後米飯很好吃水也很好喝 而且我覺得日本東北人對台灣好熱情喔 對 我們六天午夜跟的是可樂旅遊的團 台灣費大概是五萬塊左右 它可能每個季節會更動 你們要自己去看一下 對對對 真的就是你來你就會知道 可是第三天第四天你就會開始有點 有點累 他開始在找Lawson7 對 主要是有點太鄉下 所以你會看不太到人跟一些東西 應該說看不到年輕人 是真的 對 我覺得跟團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認識朋友 對 這段也認識了蠻多有趣的 阿伯阿叔叔哥哥姐姐 跟你搭訕的那兩個好朋友還有另外幾個 不知道他們現在過得好不好 他們還在你後面好嗎 他們還沒找 那我們日本東北就在這邊結束了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最後幕後去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行李箱塞了多少東西 這件就是我穿去的那種超大羽絨衣 然後再把這一層打開 來第二件大外套 來翻開 超級多東西 全滿耶 我的全滿 所以大家都問我們怎麼帶回來 就是塞 給它硬塞下去就對了 往十里塞 下面還有兩大袋 我覺得你有邏輯耶 對 我是不是超會塞東西的 這個明袋煎餅喔 有去東北有看到這個的一定要買 這是蘋果煎餅真的好吃 還有這個明袋煎餅 有看到也可以買一下 要來收信你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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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先看這邊 看看這邊 這個明袋煎餅